这次我们的目标是用一个function,一个loop,还有一个condition 来collect所有的jams和toggle所有close switch 所以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function就是collect or toggle 这个collect or toggle不一定需要使这个if is on jam 然后collect jam 不需要是这个 不一定需要用这个 你这个collect or toggle你前面可以加上一个for loop 我的for loop 你可能已经看到了 往前走四步 这里也是,到这里以后往前走四步 往前走四步 所以我前面可以加一个for 呃,四,因为我要让它往前走四次 每次走一步 我的code就是 move forward 然后我要把这个拖下去 然后我要把这个拖下去 然后我的这个code就是collect or toggle走到这里 然后turn left 然后turn left 往左转 move forward 两次 turn left 然后 再用这个collect or toggle toggle 然后往右转 然后往右转 往前走 再往右转 再往右转 然后collect or toggle toggle 这样就完了 你再往run 好 那我看 好 好 我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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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把你的这个小人换掉 就像我一样 我把Bite换成了这个Hoppa 你点一下这个人 然后这里有三个选择 有一个是Blue 第一个是Blue 中间的是Bite 靠右边的是Hoppa 所以我选的是Hoppa 再见